在紐約的日子也很有趣 其实有很多音乐家 艺术家从纽约回来之后 都说纽约给他们 很多很多养分 你在纽约我知道 好像也跑去小酒吧演出 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那一段生活吗 有 非常有趣 就是我大概在学辈子 大概三年之后 有一个机会 刚好大学的一个学长 他需要一个代班 对 然后他就问我 我可不可以去 我看不看得懂谱 只要他就问我 好像很多大师 都是从代班开始 然后我就说 当好在纽约可以演出 就是他就是无价的 他是最珍贵的学习经验 所以不管有没有钱 或是说怎么样 当然了 后来还是要有一些 应该要有的费用 我就说刚开始 当然以学生的身份来讲 你能够跟当地的音乐家接触 这是最难得的 这也是学校没有办法带给你的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 跟当地的一些 local的一些老一辈的音乐家 他刚好开始一起演出 然后也因为那个演出 也慢慢慢慢就是 比较能够进去当地的那个爵士圈 对 就是会认识一些朋友 其实我们知道纽约的观众 应该就是全世界最难讨好的一群人 假使我们去纽约球场 看洋气队比赛 然后如果他打得很烂 旁边的观众一定是无情地虚他 在小酒吧里面也是这样吗 小酒吧会 你会先被其他音乐家虚 就是没有就是 他就是蛮现实的 音乐就是这样嘛 一弹出来就大家知道你的实力在那里 那我那时候因为我跟别人比小 就是初学者 我才接触这个乐器两三年 那我花了很多时间就在基础上 那要学爵士乐 要学一个风格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连这个乐器要升任 其实都已经很困难了 我只是就凭着就是 我就知道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很喜欢这个音乐 就这么简单 可是当然就是因为纽约的整个的 音乐的水准非常高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 一直在跟很多音乐家学习 是 所以在小酒吧演出的时候 有碰过什么比较特别的经历吗 特别的经历 以前在哈林区的一个地方 叫Sonyx Pub 因为那边是个完全是黑人的区域 所以整个来的听众 也就是住在附近的那种黑人朋友 有时候是音乐家 对 然后就是很有趣 他们看到一个亚洲人 就是他们会蛮好奇的 对 然后会跟你聊天 然后去那个 在那段时间那我真的感受到 因为绝识乐原本就是一个 黑人文化的东西 所以在哈林区的这五年 我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我都到那边报到 对 然后从八点到十点半 我们就是跟着一群音乐家 我就在那边学习 然后去沉浸在这文化里 所以才让我一直很深刻了解到说 学音乐 我们我想要真的了解的是那个文化 对 对 其实你很客气 可以在纽约的小酒吧演出 已经是一件还蛮难得 就需要一点水准才可以站上那个舞台 需要朋友的一点信任 对 因为也是朋友找我去的 你在绝识乐里面学的是什么乐器 double bass 我们其实棚内来 今天来了一个贵客 就是你的好朋友 一把double bass 帮我们介绍一下他好不好 好啊 bass这段乐器其实 其实当我第一次弹到bass 为什么我会决定 就是这么快的就是要弹bass 其实就是当我真的在当琴靠在我身体上 然后拨下那个弦的声音的那个震动的时候 让我觉得我真的是很靠近这样乐器 对 所以我很喜欢 它刚好在你的心脏的位置 对 所以整个震动 你可以跟着乐器一起震动 所以它是给我感受很特别 那再来是它在音乐上的功能 因为它不像其他乐器 爵士乐当然很多的solo 可是bass的话 solo可能永远是最后 那有时候故意会拔在前面 不过它就是 好像不是它的那么重点 对 所以 主角好像永远都比较少是它 对 因为它的功能性 它是非常辅助的 可是它可以让音乐 真的可以变得很好听 所以也因为这样 它有一个基本的功能性在 所以它的音乐性的 这种可能性很大 意思就是说 可能今天有 那个雷鬼团 然后今天有嘻哈团 今天有拉丁团 今天有爵士团 都需要bass 对 所以bass都可以存在 那我就可以去享受那个律动 对啊 你的bass好巨大哦 它有多高 它可能有190 200 当初你是把它从纽约带回台湾 对 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马有有出国要演出的时候 它都要帮它的大提琴买一张机票 然后它的大提琴是坐在它旁边 你当初总把它带回来 看起来很大一个 非常不容易 对 因为我是用了一个 给double bass这种flight case 对 然后我要把我的琴桥都拔掉 然后才挤得进去 就很勉强地挤进去那个case里面 然后才把它带回来 对啊 我们刚刚其实在棚内 也花了好一番时间 对 把它好好的放在棚内 然后让大家可以欣赏 其实double bass这个乐器 我们平常比较少见 听说你去年还去了一趟古巴 对 怎么回事 就你要追寻古巴音乐 一定要跑去古巴就是了 是啊 是啊 就是 因为我整个学习拉丁音乐的过程 都是在纽约 因为像Salsa或是拉丁爵士 都是从纽约或是从Bronze 这里延伸出来的 所以它的整个 我对拉丁音乐的整个概念 是非常纽约 或是受到不多的一个人 就是在纽约就不多一个人 他们的影响 可是那真的要 真的要到接触到古巴音乐的话 我真的是到了古巴以后 我才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感受 对 所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也当然就是更尊敬 这个音乐跟它的文化 一个台湾人 为了要把一套古巴的鼓带回台湾 对 差一点困在机床 回不了家 因为这是我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因为把它是非常不容易买的乐器 而且在古巴 它是全世界就这么一套 所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种经验 嗯 中文字幕——YK